所以现在我们市场很多家长会问 什么钢琴会比较适合他的小朋友 那买钢琴我们通常是要先看 第一我们会搜索一定问家长 你的budget是多少 budget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要看小孩的grid 是什么grid 你是初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高级的 第三我们要看小孩是否真的兴趣 那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去了解 去了解他比较适合哪一种钢琴 基本上市场的钢琴是分成upright piano upright piano又分两种 一种是110以下的矮的钢琴 第二种是属于121以上的钢琴 这是全部在讲的是树立钢琴历式的 然后接着下来是三角形 三角形它本身就分不同的长度 那一般上在考试使用的型呢 会是121以上 这是考试局 他们会采用121以上的钢琴 所以基本上假设家长要买钢琴 最好买121以上的钢琴 但是不要买很旧很旧的钢琴 因为在家长听来可能没差别 但是在小朋友一听来是差别很大 你有学型的人一听就知道 一个是弹琴一个是打铁 因为旧的琴就像打铁 它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听力 绝对会不准确的 会不准确 而且基本上假设孩子在弹琴 他长期在听打铁的声音 下回他再去学其他乐器的时候 他听不到准确的音准 直接破坏掉他的音准 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小孩 他这个时间是属于听力黄金期 假设这个时间你把他的听力给破坏了 你以后再建构的话就很难很难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家长要很小心的 很小心的去选购 而且最好是找一个你比较觉得专业 或者是真的是在这一个音乐教育这块 比较有有研究 然后比较信任的去问 真的家长可以上网看资料 但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是可以采购了 只能够参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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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